大家好 这些天俄国入侵乌克兰 招来了一连串的经济制裁 这其中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被冻结了 没了黄金 俄国想在国际上买什么东西都不好使 经济状况是雪上加霜 黄金一直以来对俄国都非常重要 现在如此 过去也是这样 一个世纪以来 黄金是苏俄政权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历任领导人在位的时候 为了囤积黄金 无所不用其极 今天咱们就聊聊苏俄跟黄金的这段故事 明白了这个 也就知道冻结黄金意味着啥 俄国本身就有重视黄金的传统 沙俄本身历次扩张都在吸纳黄金 苏俄刚成立的时候 沙俄的金库被原封不动的继承了下来 黄金多达1800吨 世界第一 但当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 战争赔款 安抚邻邦 收买国际友人 输出革命 这些领域花钱如流水 苏俄自己的卢布在国际上花不出去 只能用黄金支付 没过几年 这黄金储备就建了底 这个时候领导人亲自下命 要求不择一切手段的弄来黄金 如此呢 才能让苏俄在国际上继续坚挺下去 一开始啊 这个苏联人想的办法呢 是外宾商店 顾名思义这个商店呢 是给外国人开设的面子工程 里头卖的呢 也都是奢侈品啊 像什么古董皮衣啊 开在莫斯科的高档场所 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去买 后来呢 遵照钢铁磁富的命令 外宾商店向所有苏联人开放 商店的这个货架也完全改变了 过去的古董皮衣就换成了糖和黑面包 而且呢 一开就是1000多家不但大城市有很多乡镇地区 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外宾商店 但是这些商店看似卖吃了 价格呢 远远超出正常人的承受力 当时莫斯科工人的月工资是90卢布 这在全国已经是最高的了 但是你到这样的外宾商店 就是买1000克的黑麦面粉 就是两斤呢 就得12卢布 其他商品更贵 1000克鸡蛋30卢布 1000克猪油96卢布 工资都砸的都不够 可是那会儿苏联正闹饥荒 政府严格管控食物 不在这买就得等着饿死 那掏不出钱来怎么办 那苏联政府说没关系 你们可以用各种黄金来买 那包括金手饰金镯子 都能用来买粮食 老百姓要活命 别无选择 就算把自己家祖传的金器手饰啥的 都拿出来 也得换吃事 在当时啊 许多这种外宾商店门口 都是排个队的老百姓 手里拿着都是自己的传家宝 用这个换几天的口粮 可悲的是 就算这种压仙底的宝贝拿出来 也未必能换来面包 1933年的冬天 饥荒最厉害的时候 外宾商店管委会 两次提高面粉 面包和糖的价格 到后来呢 几乎所有商品的售价 是原来的两倍 并且刻意减少了商店的供货量 卖完关门 这个引起了群体性的恐慌 当时饥荒最严重的是乌克兰基辅 外宾商店门口连续几个星期 每日每夜排长队 每天都会出现打架斗翁 图的呢 就是在商店里边用金子换一些面粉 这么一折腾 苏联许多老百姓的积蓄被掏空 民间的金子呢 通过外宾商店 源源不断的汇到中央 当时钢铁磁富接受这个纽约时报的采访 说苏联啊 每年开采的黄金数量是80多吨 超过了美国和加拿大 马上就要赶上南非 越居世界第一了 苏联就那么点金矿 那怎么可能开采出这么多黄金 磁富呢 倒也不是完全说谎 他所谓的开采 自然是包括用外宾商店 掠夺的民间财富 几年间 苏联政府用这样的手段 集结了这个将近200吨黄金 占了苏联总开销的三分之一 靠着这些黄金 苏联迅速的完成了最初的工业化 不过之后他又缺黄金了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国际局势给了苏联新机会 36年西班牙爆发了内战 占据首都的共和派节节败退 这个时候呢 他们还有700吨黄金储备 在当时的世界排第四 共和派无论如何 要给这些黄金找到稳妥的存放地 国内放不了 得找个靠谱的外国 当时苏联派出了很多的所谓志愿者 帮共和派作战 他们对共和派影响很大 所以一番商议之后 共和派决定把国库绝大多数黄金 500多吨运给苏联保管 以图日后东山再起 这些黄金在严密的保护之下 从马德里运到西班牙的港口 再用苏联军舰运走 负责这件事呢 是一位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官员 名叫阿尔洛夫 他在临行前 接到领导人指示 无论西班牙人如何跟他要收据 都要想办法拒绝 不能留下任何书面证明 阿尔洛夫忠实的履行了自己的命令 在港口 无论西班牙代表如何请求 他都没有签字 表示收到这笔黄金 为了让西班牙人死心 苏联人还在港口布着了装甲车和机关枪 还有大批的汽卡特务 西班牙人如果再不识好歹 就要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形势比人强 战场上节节败退 港口上苏联人耍流氓 黄金又不能这么放着 万般无奈之下 共和派代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苏联人把黄金运上这个军舰拉走了 知道苏联人这么霸道 共和派联盟拿出了之前 跟苏联签的协定 这里头规定黄金放到西班牙之后 所有权还是西班牙的 但是苏联这边就开始装聋作哑 什么黄金啊 没收到啊 我们派军舰去西班牙了吗 没有啊 你们说的黄金在哪啊 光这样还不算 苏联人还反江匿军 先前给共和派的一堆装备 之前说是礼物 我们误会了 还是得要钱的 1000多架飞机 900辆坦克 1000多门大炮 这得多少钱 麻烦您把账给结了吧 这事不完 不跟你讲金子的事 这个西班牙共和派是彻底没辙了 苏联耍流亡混蛋到底 自己呢又马上彻底失败 这事呢只能黑不提白不提 就这么着 苏联人就灭掉了西班牙国库的500多吨黄金 慈父知道这些金子被安然运抵莫斯科之后 兴奋的讲西班牙人再也看不到自己的黄金了 就像一个人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当然苏联这样的手段太下作 这个生怕这事呢被人知道 所以事后参与这件事的大部分人 不管是军舰的船长 还是内务部的高级官员 都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原因死了 只有那个名叫奥尔洛夫的眼看自个儿要倒霉 赶紧叛逃美国 把这事给抖了出来 大家才知道原来西班牙的金子是这么没的 在后来的战争当中 苏联靠着掠夺东欧各国的银行金库 以及放纵士兵截掠 继续积累自己的金库储备 等到钢铁磁户去世的时候 苏联的黄金储备达到了2000多吨 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 不过呢在此之后 苏联黄金慢慢减少 冷战争霸 对外战争扶植第三世界国家 都需要大批的黄金投入 到了80年代 整个苏联的黄金储量啊 就只剩下200吨了 这个时候苏联的老百姓 早就手里没有黄金 国际上呢也没有办法 再去敲诈别国的金库 黄金库存无法补充 如此一来 苏联本来就信誉不咋地的卢布 更没人敢接 外贸呢一度到了以物以物的状态 比如拿自己的建筑工程 换非洲的coco dough和螺飞鱼 导致国家经济困难 老百姓的生活水准呢 跟着下降 这也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 所以啊 对于这个苏俄政权而言 黄金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卢布信誉一落千丈 为了保险 历任领导人都想办法 把国库的储备换成黄金 放在瑞士 毕竟这玩意儿保值 这些年俄国储备的黄金 也是最近他们进行军事冒险的筹码 一旦这些黄金被冻结 花也花不出去 还有可能会被没收 用作乌克兰重建 那真是一夜返贫 那么这个黄金禁令出来之后 俄国怎么应对呢 我觉得总不能再借鉴历史经验 开设外宾商店 从老百姓手里抢金子了吧 好了 关于苏俄和黄金的故事呢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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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